大家好,我是一花 把豆腐放到酱油水里面泡一泡 没想到出锅竟然这么好吃 有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块钱的豆腐放到菜板上 将豆腐先切成一到两厘米厚的厚片 稍微切厚一点,这样就不容易碎 然后再将豆腐改刀切成长条 切好之后,转到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淋上多一点的酱油 接着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豆腐 也不要用手去搅拌 以免把豆腐弄烂 用手将豆腐抖散 泡个十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点新鲜的猪肉 先把它切成薄片 炒豆腐的时候加一点肉 吃起来的口感也会更腥 一般炒麻婆豆腐也会加一点肉末 炖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在小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少许的食盐 一点点鸡精 再加一点胡椒粉 然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和一些清水 用勺子搅匀化开 搅匀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喜欢吃辣的朋友 准备一点干辣椒 倒入清水 将辣椒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辣椒控干水分 放到小碗中备用 然后再加少许的花椒 接下来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已经浸泡好了 我们把泡好的豆腐 一块一块地下入锅中 这个豆腐在酱油水里面浸泡了一下 既染了颜色又增加了香味 全部下锅之后 可以旋转一下锅 让其受着均匀 把豆腐煎至金黄之后 再翻过来煎另外一面 将豆腐煎久一点 煎至四面金黄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还请伸出您的发财手 给我点个赞发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最后煎成像视频中这样 四面都金黄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煎好的豆腐捞出来 放到盘中 锅留底油 加入一点葱蒜 然后翻炒均匀 把葱蒜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切好的肉末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把肉末也炒香 炒香以后 再把干辣椒和花椒都加进来 继续翻炒 炒出辣椒和花椒的香味 全部炒香之后 再把刚才煎好的豆腐加进来 接着继续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刚才漂亮的料汁全部加进来 然后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让所有的食材都吸收料汁的香味 等到淋面的汤汁收得差不多时 这道菜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就将它出锅 转入盘中 出锅以后再撒上一点葱花顶缀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酱香豆腐就做好了 这样的豆腐炕上去就很有食欲 闻起来也特别的香 外酥里愣 下酒又下发 如果不加肉的话 成本不会超过五块钱 每次一上桌 比大鱼大肉还要收光赢 如果您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顶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